你知道深海魔精脑袋里的宝贝究竟是什么吗? 它们都有什么作用? 而且让人没想到的是 献祭后的波赛西其实并没有死去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长按点赞三秒会触发特效呢? 众所周知 随着动漫剧情的发展 唐三成功击杀了百万年浑兽深海魔精王 当然作为百万年的老妖怪 深海魔精王也没有吝啬 直接给唐三爆出了最后一件躯干脸 让唐三的魂骨套装大圆满 触发神奇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百万年的金色红环 这种红环只有成神的千刃血才有 拥有它就是神的象征 唐三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神 就拥有了一枚金色红环 还是玩虐千刃血 外部的千刃血怎么也打破唐三 原来输在了起跑线上 最后就是深海魔精王脑袋里的宝贝 那可是真的宝贝 一个是金珠 是深海魔精王所有修为的萌缩 是最精华的存在 就好比按摩鞋神虎的魔珠一样 只是唐三没有发现 这次的金珠唐三依然也没发现 好在小白及时提醒 唐三才没有忽视这只宝 最后金珠也成功地替代了海洋之星 让三叉几重放光芒 另一个就是金脑 这是一位稀有的药材 效果可以七死回生 有生死人肉白骨的作用 后来唐三准备送给小白 答谢小白的恩情 还是被小白挽救 等唐三再次来到海神岛 才发现波赛希苍老了许多 而他的曾祖唐晨也没了踪迹 原来当初唐晨在告别唐三后 就来到了海神岛 见到唐晨的波赛希 就像个怀春的姑娘无比开心 奈何受到长期邪恶力量的侵蚀 再加上突然被唐三唤醒 他的身体已不堪重 无法承受修罗神力 最后只和波赛希温情了三日 便在波赛希的怀里去世 而唐晨的离去 直接让波赛希夜白了头 保态伦终 身无可恋 看到波赛希如此的可恋 最后在唐三的请求下 再加上波赛希这一辈子的服务 海神答应用神力将波赛希和唐晨的神魂放在了一起 让他们成为了永远的神仙眷属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样的结局真是让人开心 对此你怎么看